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4日 习近平从安徽回了之后 24号马上在北京 中南海主持了一次会议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了头条 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呢 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你看他请这些专家 那么这里讲到了罗列的一些人的名单 都是一些可以这样讲吧 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一夫 林一夫大名鼎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范刚 这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绝 这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昌林 还有这个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特评教授录名 还有社会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注意最后这个特别重要 全球香港中文大学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以后是九位专家 研究什么呢 十四五规划编制 听意见 祭祀广义 群策群力 研究这个问题 习近平你看现在这一两天做的事非常有意思 你和李克强比较一下 你就知道我认为 这个他这个有点反常的是什么 你看李克强参加了什么会议 李克强呢参加的是也是24号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南昌江 黎公和合作第三次领导人视频会议 你看柬埔寨参加的是谁啊 是红针 缅甸参加的是温顿 是总统啊 泰国是总理巴育 越南是总理阮春傅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给我的感觉呢 习近平现在在抓这个李克强的工作 政府工作 李克强在抓这个外交工作 习近平的工作 两个人似乎角色 有点互换的这个味道 那么这个你可以推测一下 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不仅这件事情 你看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习近平跑到这个安徽去 视察做指示啊 还搞了所谓金三角啊 这个一个经济的一个讲话啊 也不分省市领导人座谈啊 叫三省一市啊 那么回来之后 你看又搞这么一个会议啊 而且这个会议除了刚才讲到这个学者 郑永年之外 还有这个政治局常委 这个负责意识形态宣传 也就是专门撒谎的啊 这样的官员呢 王沪宁啊 此外还有这个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韩正 这个规模也是不小啊 王沪宁之所以参加就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座谈会啊 意识形态的浓 这个色彩啊 比较浓烈啊 而且这次 还这个故意在媒体当中 这个宣言了一下啊 提到了这个 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郑永年啊 那么是 是我联想到郑永年 这个多年来的表现啊 他发表那些文章的一个著作啊 很值得这个研究一下啊 那么郑永年 根据网络的消息讲啊 说是他是什么呢 他是1989年啊 他曾经参加过六四运动啊 当年和这些王丹啊 乌尔开心他们一样啊 就要求民主啊 要求这个反观倒等等啊 向中国政府这个请愿 后来到美国啊 这个留学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 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啊 1995年啊 后来呢 就从事这个所谓的 国际主义 民族主义啊 国际关系 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 中国外交政策 全球化 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 技术变革 政治转型 社会运动和民主化 比较中央地方政府 中国政治等等 总之啊 这个郑永年的一些观点 我认为习近平看了啊 如果看他这些东西 他的著作 还是他的一些发言 那肯定心里是非常的高兴啊 关于郑永年 大家知道就是说 这个他在这个大型这个纪录片呢 大国崛起当中 关于这个纪录片 他接受过采访 曾经讲到什么呢 说大国外部的崛起 必然是他内部力量的一个外艳啊 此外 他说 若国家制度不健全 就难以成为可持续的大国 那这个明显是指这个 这个习近平啊 而且他的有些观点 我认为啊 特别类似于就是 王沪宁啊 给习近平进行包装策划 搞的这套啊 这个虚幻的啊 这个东西啊 你看 说郑永年在未来三十年一书当中 这样写道 他说啊 中国的总体战略路径已经清晰了 怎么清晰了啊 说毛泽东的三十年 主要任务是分裂和混乱中国的整合 邓小平的三十年 基本上是搞经济建设 把物质生产力啊 总量这个搞上来啊 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下一个三十年 那就指习近平这 这搞了三十年了 社会和制度理论 成形成自己的一个特色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说不定就来自于这里啊 说不定这个王沪宁也是 这个借鉴了这个郑永年的一些东西啊 这很难讲啊 说这也需要三十年的世界体验经济上 并经济上采共产加市场混合制 政治上采一党加内部多元混合制 吸收过去 百年来世界两大阵营所长来融合改造 若能成功 则中国将形成自己的整套意识形态体系 奥立于世界之上 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说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 毫无疑问也就是郑永年啊 是郑永年啊 他是为这个专制极权统治啊 这个搞一一党独裁 变成一人独一党专政啊 变成一人独裁的这样一个 习近平这个统治下的啊 这种状况的一个什么 非常好的一个主角 所以习近平那当然是 这个非常的心情非常高兴啊 自然是喜欢他啊 那么特别是离谱的是 19年的8月19号 郑永年接受中国人民日报 海外版采访当中 甚至讲到什么 说对于中央政府如何结束 香港反送运动 他说他转述朋友的观点啊 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 特别滑稽可笑 而且特别的极端啊 你想这样一个 这个可以这样讲是 这个非常学识非常渊博啊 这个文采可以上 还是很漂亮的一个学者啊 这个尽量这样的催捧一个 独裁统治者啊 而且习近平按照他这个 讲这个路线啊 这个观点 就搞了这将近两届 已经把国家搞成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孤岛啊 马上就变成孤岛了 因为这两天我看 这个川普已经声称要脱钩啊 那一脱钩之后 那就是只好关起我们的 搞计划经济啊 回到毛泽东的年代去 这个自己去搞街道争啊 经济啊 这个萧条啊 这个老百姓啊 这个生活就会非常的就困苦啊 而且在国际上 非常的有点鼓励啊 那么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 邀请他来 我想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邀请 习近平肯定不会邀请那些 批评自己的一些 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啊 只能选择这么些马屁精了啊 那当然有一些教授 你比如说像 像这个范刚啊 等等啊 那很多人还是 这个了不起啊 有血实 我不是一概否定 我是说什么呢 即使这些人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想法 谁也不敢在强势的 自以为是的 狂妄的这个习近平面前 这个敢这个批评他 要批评他 你想惹气的他 那搞不好 就是像蔡霞这样啊 这个开除公职啊 这个开除党籍啊 甚至连这个 这个物质待遇也失去了 吃饭都没有钱 这个来生活啊 所以说 这些知识分子本人认为啊 包括这个郑永年 在内啊 其实都是帮了 倒忙了啊 也许郑永年本身 用心良苦啊 这个的确是认为 这个习近平是 属于使中国 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啊 这个是做出了贡献的 但是我认为啊 不能满着良心 讲 讲空话啊 所以说习近平 这次搞这个座谈会 本人看的 完全都是陈词烂调 概括起来 实际就已经 这个开始考虑什么了 考虑和美国脱钩之后啊 被国际社会摒弃之后啊 自己搞所谓的这个内循环啊 我认为内循环啊 这个已经很难了 第一 过去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啊 这个很多年啊 老百姓已经打开眼界了 经济已经融入这个 这个外界了啊 那么虽然有很多的挫折 但是我认为大方向将来 还是会全球化呀 经济全球化啊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搞这套专制集权统治啊 这个我认为啊 很难这个进行下去啊 这就像什么像一个人 他这个必须这个呼吸自由的空气啊 这个你不可能就说自己内循环啊 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啊 这个自娱自得 这个很难啊 非常简单啊 那么习近平这个可能要 模仿像这个金正恩啊 这套东西啊 可能要这个尊军事化的啊 控制就中国的老百姓啊 他为什么这一段时间 反复讲这个要节约粮食 你想节约粮食问题 他首先本身就做不好 浪费多少 搞这个一带一路啊 这个引领什么世界啊 就浪费多少 这个民职民高啊 他这方面 这方面原本就是做的就非常的负面 他之所以去讲这个 这个粮食节约问题 是因为什么呢 粮荒已经来临啊 这个而且他可能将来 想通过这个控制粮食这个问题 口粮的问题 来加强对老百姓 叫限制 自由的限制啊 和不满啊 如果你敢挑战我的权威 你不听我的话 那么我就可能把你的粮啊 口粮给你断掉 他其实通过这个方式啊 是迫使中国的老百姓 更加的依赖于什么呢 所谓的党和政府 加强自己的权力啊 走向这个极端的最顶端 我认为没有什么这个出炉啊 但是你同篇观看 他今天讲这些所谓的在这个会议上 是要征求这些专家的意见 实际上还是在搞一言堂啊 没有任何什么新东西 而且没有一个这个办法啊 没有这个群策群力 让大家可以出点子 能够就说现在避免和美国对峙啊 能够就是要走一过去那个改革开放的那个路线啊 这个重新恢复啊 和周边国家 特别是五眼联盟啊 这个一些关系 而且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给全世界带来这个公共卫生危机造成的危害这方面 没有任何的反省和这个悔悟啊 和内疚啊 更没有什么 没有一种这个哑量啊 这个包容啊 接纳整个世界这种批评啊 所以说这些学者们都非常可惜啊 只有这个给习近平唱颂歌 只能加快他的这个灭亡的速度啊 只能加快中共这个 这个体制这个政权啊 走向这个这个灭亡这样一个速度啊 那么李克强与此同时啊 回到刚才这个问题 李克强现在他在这个迷宫河啊 这个会议上啊 我认为他一个最大的这个 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啊 最大一个看点是什么东西呢 就显示了就是脚子以前 他在这个中共中南海这个核心层啊 他得工作的啊 这个势头啊 叫自己过去啊 这个更好一些 这或许可以推测 也就是在北战河会议上 这个呼吻也好 可能江泽民派系的一些 这个退休的元老啊 这个也有数十位就老人了 元老我估计很可能都对习近平进行的这个批评啊 其中批评指责他什么 指责他就是没有祭祀广义一言堂 所以他才搞这么一个会议 包括把这个郑永远请来啊 这个给自己贴贴金啊 这个舒缓舒缓当内的压力啊 另一方面可能一些元老们也也反映 你们有让没有认真听取这个李克强的一些意见 没有在这个这个外交事务方面啊 这个多多多的就是说包容这个李克强的观点 特别是中美关系啊 所以说李克强习近平也不得不在8月24号啊 而且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 发了一个就是李克强 这个江出席啊 这个南藏江迷宫和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的消息 接着又通过视频这个连线的方式啊 图文并茂的这个报道了李克强这个参加会议的情况啊 而且这个会议当中你看 最后这个内容还是我认为是比较丰富的啊 这个李克强这个和这些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啊 发表了什么 一起发表了啊 这个南藏江迷宫和第三方领导人会议外向学业 和这个第三次领导人会议 关于这个南媒合作与国际陆海贸易 新同道对接合对接合作的共同主席声音等等啊 这个通过这个次两个人的活动 一个党一个政啊 按道理讲正好应该倒过来 现在反倒是这个好像是互换一样啊 这并不显示说是这个习近平让出权力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在这些 有可能在这些元老的压力下啊 习近平不得不做出一点 带有欺骗性的这种姿态啊 那么李克强也多少拓展一下这活动的这个空间啊 不论是他们党政两个人 他们都需要什么 需要意识形态的宣传 或者坦白的讲 都需要这个谎言欺骗 就中共到了这个统治最后期啊 越来越这个离不开这个 这个谎言啊 离不开歧视道明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西餐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